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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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見師父 崔山, 這種書法你覺得怎麼樣? 弟子暗中欣賞了師父的絕技 已經大包眼福 弟子是否可以叫幾位師兄弟起來? 不必了, 起來 我興致已過 只怕再寫不出這麼好的字了 我這麼多弟子中 你最喜歡書法 而且領悟力最高 我就把這套功夫傳授給你 謝謝師父 這麼晚了還沒睡? 弟子… 弟子睡不著 弟子的確夠慘了 萬一他真的不治的話 師父 是弟子害了三師兄 你別這樣 你三哥一生行俠仗義 長言說 有恩德者, 天報致福 但願老天爺有眼 保佑他不治有者 師父 弟子打算明天下山 尋找兇手的下落 我不能掩開三師兄 傷得不明不白 師父, 你讓我去吧 你們一向手足情深 好了, 你去吧 謝謝師父 謝謝師父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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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見了沒有? 你不會死的 如果那天我跟你一起回武當 也許事情不會發生 就算真的發生了 我女兒自己出事 我也願意帶三哥受苦 三哥, 我一定找到兇手為你報仇 你不要死, 你等我… 張武侠, 你也來了, 請坐 請 你們還吃得下嗎? 現在到處都是水災 多少災命挨雞挨餓 你們還在大吃大喝? 這是天災, 我們也沒辦法 有辦法, 這麼多擅長人屋 為甚麼不拿黃金救災呢? 張武侠, 我們保鏢的人 是靠了命來混飯吃的 哪有能力救災呢? 沒有能力? 你那兩千兩黃金 為甚麼不拿出來? 張武侠, 你是不是存心為難我? 不錯 杜總標頭 你受人所托的事都辦不到 兩千兩黃金照樣收 我為你煉紅 胡說 余三峽不是已經送到武當山嗎? 他到我們龍門標局的時候 已經受了重傷 他現在還沒死… 你還要狡辯? 他在靈安的時候 已經斷了手, 斷了腳嗎? 張武侠, 到底要怎麼樣? 你說吧 我要把你們的手腳 一寸一寸的打斷 進度子 今天我手下留情 算是給你一個教訓 但你那兩千兩黃金 一定要拿出來救災 我會暗中揭示 如果你敢留下的話 我就… 我就砸了你龍門標局 叫你漫門機全不留 張武侠 我們雖然收了人家的標銀 但既然事情辦得不妥 我們也是要把錢還給人家 再說, 現在我們身在異鄉 銀兩都放在標局裡 我們現在哪有能力救災? 你當我是三歲小孩 你們龍門標局親仇而出 那筆錢還會在標局嗎? 還有甚麼好說的? 記住, 我說得出做得到 松家頭, 你真的要聽他的 把黃金全部拿去救災嗎? 你馬上到少林寺 叫他們派人保護標局 還不快去 二哥, 你說五哥會到哪兒去了? 三弟在靈安府出的事 五弟一定在靈安 靈安府那麼大, 怎麼找呢? 靈安府雖然很大 但是有個地方五弟一定會去的 龍門標局 客官, 要租房子是不是? 老闆, 我要打聽一個人 大約一個月前 有個姓陰的人在這裡投訴 姓陰的?您等等我查一查 他大概二十歲左右 白白靜靜, 外表斯文雅俊 客官, 沒有 請問龍門標局在甚麼地方? 那沿著河邊一直走到頭就是了 謝謝你 客官, 這麼晚了, 你別出去了 為甚麼? 這個地方不同別的地方 這裡是靈安府嗎? 這個地方以前是大宋的京城 蒙古人怕我們漢人來造反 所以不准我們出去 抓到了要殺頭的 咦? 你要殺了嗎? 你真是為甚麼? 請問有沒有人呢? 蘇總彪頭在家嗎? 請問兩位 請問他 就是他 在下武當張翠山和各位無冤無仇 為甚麼要下毒手? 張翠山, 武當七下在江湖上 也算是響噹噹的人物 想不到你出手這麼狠毒 我不知道你說甚麼, 你還狡辯 看你幹的好事 我幹過些甚麼? 你殺了龍門標局一家大小 還殺了我們少林寺的兩個和尚 這次我要你寫債寫還 你們到底是甚麼人?請報法明 貧僧的法號是元晶 他是我的師弟元晶 你說我殺人, 你們親眼看見他嗎? 我早知道你會來這套 翠鋒, 把你所見的全告訴他 看他還怎麼來 是 當我接到杜大敬師兄的求救口訓後 我馬上趕到龍門標局接應 那個時候天色漆黑 我就看見這個兇手闖進標局 見人就殺 我自願不是他的對手 所以就躲起來 等他走了以後, 我才敢出來 那個時候 龍門標局的一家大小 就被他殺光了 你撒謊 沒有, 我沒有撒謊 我認得出他的衣服 就憑一件衣服 就一口咬定我是殺人兇手 你看清楚我的樣子嗎? 追 別讓他跑了 你們別再擋路了 兇手就在前面 我不會上你的蕩蕩 你再阻擋的話, 兇手就要溜掉了 你以為耍花招就會賴得一乾二淨嗎? 虧你還是少林原自派的高手 放走了兇手你還不知道 你殺了我少林寺三條人命 我讓你跟我回少林請方丈發落 要我跟你回少林 你老老實實再練幾件功夫吧 跟著他 怎麼了? 我的眼睛… 張翠山, 你真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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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再解釋也是沒用的 我不會就此罷休的, 我們走 請問是哪位英雄拔刀相中? 七弟…是不是你? 你真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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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收了兩千兩 你殺了我全家 殺了我龍門鏢局的一家大小 殺了我龍門鏢局的一家大小 我要跟你拼了 杜總鏢頭 杜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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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 想不到在更深人靜的時候還有知音人 對不起, 在下不是有意騷擾 只是想了解一下這支船是不是在此久靠 剛才有沒有… 雄太何不就此上船, 一同泛舟湖上 想不到姑娘原來是女班藍莊 多多冒昧了 今夕盡興, 來消悠悠 綠河塔下垂柳飄皺 喜君仔細, 定當來有 同門標局真慘 夜之間被人家滅門, 連累了少林寺 聽說一個個死得很慘 究竟是哪個門派下的毒手? 聽說好像是武當派的人幹的 民門正派也做藏污人道的事 是啊 那很難說的 這件事無論如何也要查好水落事處 否則我和武當的英明就會一朝丧進 早知如此了 昨天晚上不該記男女之別 向船上路的姑娘打聽一下 原來是你 今天晚上烏雲遮月 要是想來賞月的話 那可真不是時候了 在下張翠山有事想請教姑娘 敢問姑娘遵信 我姓櫻 姓櫻 姓櫻 櫻姑娘, 請說在下冒昧 你認不認識武當於代言? 那麼委託龍門標局護送我三哥上山 莫非…莫非就是櫻姑娘? 櫻姑娘大恩大德, 在下永世難忘 恩恩怨怨的事實在是很難說的 我想再問姑娘一件事 龍門標局護送我三哥上山的時候 遭人下了毒手, 櫻姑娘是否有所聞? 這件事我也非常遺憾 那麼昨天晚上龍門標局滿門遭殺 你姑娘是否也知道? 我對杜大錦說過 要護送余三峽上武當山 如果路上稍有差錯的話 你就殺他極權不留 不錯, 是他咎由自取 自己進不到責任, 能亂誰? 那麼…龍門標局裡那麼多條人命 是我, 全是我殺的 那十二零四的人呢? 也是我殺的 本來我並不打算跟少林的人接院 但是他們先用暗器傷了我 所以我就把他們全殺了 他們為甚麼冤枉我是殺人兇手? 這也是我安排的 是你安排的? 你安排他們冤枉我? 不錯 我跟姑娘無怨無仇 為甚麼你要陷害我? 你怎麼安排的? 想了解詳情就上船吧 請坐 寒夜客來茶蕩酒 傳上美酒 真是難免會掃公子的雅性 謝謝你 請坐 櫻姑娘 可知我余三哥是被甚麼人鎖傷? 你認不認得這個案件? 梅花彪? 這是少林寺的獨鬧暗器 而且還上了獨鬧 為甚麼你懷疑少林派? 那天, 都大趕帶領六個人 護送余三峽上武當 我一路上一直跟蹤他 後來有六個人來接應 當我發現有破綻的時候 我就跟他打了起來 於是我…我就中了他們的暗器 你中標有多久了? 已經二十多天了 二十多天還沒拿出來? 恐怕你的手臂… 我就是擔心取出來以後 那些毒就會隨血而走 我已經搜過那些和尚了 找不到解藥 我看我這支胳膊一定會完 如果姑娘信得過在下 在下可以使用內功把毒逼出來 你願意救我? 可是我怕你會後悔 姑娘何出此言? 我那天要是稍微留意一下 就可以看得出他們的破綻了 武當七峽情同手足 如果余三峽真的回來的話 他們一定會蜂擁而出 但是六個人之中 只有一個人隨便看了一下 另外就是我為了一事貪玩 到故意購買了一件跟你一模一樣的衣裳 冒充是你 所以才會帶給你那麼多麻煩 你… 本來這件事就這麼算了 但是你殺了那麼多人 你辦事太心合手了 用不著你來教訓我 那幫人不應該殺嗎? 但是標局其他人跟你無怨無仇 那家標局是少林寺的人開的 我中了他們的暗器 找他們要解藥, 不給也就算了 居然還派人暗算我 這都不該殺嗎? 少林子弟滿布天下, 成千上萬 就為了姑娘手上三支梅花鏢 你就要把天下所有的少林子弟都殺光 用不著你來教訓我 姑娘, 你何苦呢? 我不用你教, 死不死跟你無關 你太任性了 大膽狂毒 傳風, 把他趕走 這麼任性的姑娘 我是第一次見到 你現在不是領教了?走吧 你還想不想要命? 你千禮送我三哥 此恩我不能不報 你救我就是為了報你三哥的恩 要是我不救他的話 那你今天晚上就不管我死活了 那倒不是 就算你對我沒恩 我照樣會救你的 那好吧 你要救我也可以 但是你要先向我道歉 道甚麼歉? 剛才你說過我了 好了…就算我剛才不對 都沒有誠意 黃天在上 我張翠山全心誠意向殷 素素 殷素素姑娘認錯 這是天心解毒完 你現在吃了 待會兒我運功的時候 你千萬別動 不然的話血毒會全身循環 你就危險了 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胸口很悶 覺得全怪你 要是你早點道歉的話 就沒事了 要是我今天晚上死了 全都是你造成的 放心吧, 出不了事的 放鬆一點 就像睡覺一樣就行了 我現在就當我自己已經死了 行了沒有 快點兒 張武俠, 我說話沒有分寸 剛才有這麼得罪你的地方 你不要見怪 小姐… 小姐, 小姐在不在裡邊 我是朱絕譚譚主 你們發生甚麼事了? 有人調戲殷姑娘 你快去救她 誰有此理 快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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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武俠 沒關係 攤主 這位仁兄 剛才那一腳有沒有踢傷你? 攤主, 你誤會了 剛才張武俠是在跟我療傷 剛才屬下有點誤會 還不道歉 是, 在下一時誤會 多多得罪, 嚴重了 讓我來跟你們介紹 這位就是我們天音教的 朱絕潭潭主, 常津鵬 這位是武當的張武俠 原來是武當的張武俠 久仰久仰 對了, 張武俠 我想你一定了解畢教的 二哥, 我看現在已經很晚了 找個地方歇歇吧 好 兄弟 師叔, 武當派的人來了 在下武當派余蓮舟 在下武當派陌生谷 大師, 請問哪一位去世了 明知故問 師弟 你們武當派來了一個又一個 是不是想廠平龍門標決才肯罷休 大師, 你怎麼這麼說呢 我們今天來是要打聽一個人 甚麼人 甚麼人 請問我的五哥張翠山來過沒有 何止來過 你看, 這裡藏無人到的事都是他幹的 而且還把龍門標決的男女老少 通通給殺光了 不但是這樣 他還殺死了我少林三個弟子 打瞎了師兄一隻眼 大師, 我看這一定是有誤會 我武師弟跟龍門標決是無仇無怨的 怎麼會下此族手呢 對了, 我想一定是誤會了 誤會?我親眼看見還會是誤會嗎? 大師, 你說的只是一面之詞 你當然幫著武當了 話不能這麼說 我們武當派一貫是是非分明 如果大師所說的是事實的話 我們也絕不會包庇江翠山 那最好了 大丈夫一言九鼎 如果大師見到我武師弟的話 麻煩你通傳一聲, 我們再找他 到時候大家當面對證就真行大名了 如果讓他們發現你們窩藏他的話 別怪我們兩個對你們不客氣 這幾粒天心擠得完 你每隔一天吃一粒 相信用不了幾天 傷勢就可以完全痊癒了 謝謝你, 張武俠 長探主 有甚麼特別的事要見我嗎? 手下是向小姐報告 關於王凡師洋刀大會的事 其他人都已經到齊了 但是小姐的手下已經受了傷 我看洋刀立威大會的事 您就別去了 不行, 現在大會只有你和白探主主持 如果我不去的話 就會顯得我們天鷹教人丁太單薄了 放心吧 這次參加的人 不外是海沙派俊瓊幫和神泉門 這些小幫派成不了甚麼氣候 我和白探主應付他們綽綽有餘 但是我聽說昆仑派 也會派兩個弟子來參加的 是啊, 他們想見人一下那把刀 長壇主, 其實張武侠也不能算外人了 你可以直接了當說 有甚麼人不是借欣賞屠龍刀為藉口 想在明天的洋刀大會上搶那把刀呢? 每個人都想奪去他 既然是這樣, 明天我一定要去 寧姑娘, 屠龍刀的威名 我也聽說過, 我也很想見識一下 張武侠要去當然是非常歡迎 但是武當派沒有甚麼必要 一定要捲入這個漩渦 我看你就別去了 我三哥遇害的事跟屠龍刀有關 說不定我參加還可以嘗試兇手呢? 既然是這樣, 那我就不反對了 長壇主, 馬上叫船夫開船 到了江口, 我們再轉大船 是 張武侠, 你的衣服上沾了血液 現在就脫下來, 我替你洗洗吧 我看不要了, 怎麼好意思呢? 你怕我洗得不乾淨嗎? 嗯… そうですね 不用錢 三哥, 咱們乾哥, 吃點粥吧 你受傷到現在還沒吃過東西呢? 三哥, 這碗粥是四哥自己熬的 很好吃的, 你也來吃一點, 慢慢來 三哥 不要緊, 來 我們再來試試, 慢慢來一定可以的 再來 三哥… 你記不記得, 我們小時候我不肯吃飯 你就是哄著我, 一定要我吃下去 來, 再試一試 你不要灰心嘛, 再試一試 三哥 三哥, 三哥 三哥 你冷靜一點, 也許三哥感受得到 不要再增加他的難過 三哥 我們大家的感受都一樣難過 三哥總算是撿回了一條命 那有甚麼用 三哥現在勝不如死 還有, 三哥的傷 是少林寺的大力金剛只弄上的 為甚麼你不知道少林去找甚麼算帳 說不定其他門派也懂得這種武功 師父說過在沒有查清楚以前 千萬不能輕舉妄動 你冷靜一點 兩位師兄不得了 外面有幾個少林弟子 他們凶聲惡詐的要找武師兄 他們說武師兄殺了龍門標局的人 你們趕快出去對付我 你在這兒看著 是 我要進你們的掌門, 請他出來 我們師父有事, 有甚麼事跟我說 師父 到底甚麼事? 師父… 閣下就是張真人是不是? 是 我還是勸你把張翠山交出來 小徒翠山的確下山沒有回來 還沒有回來? 我看你是把他窩藏起來了 他藏不了一天也藏不了一室 他根本不需要躲避 我不相信我的徒弟會做出見不得人的事 你顯然是包庇他 除非你讓我搜山, 走 混蛋 混蛋, 你憑甚麼資格搜山? 說得對, 這裡不是少林寺 你不要太放肆 你們害怕我們搜山 人又不肯交出來 簡直是強辭奪理 你這臭和尚 你們在這兒出口傷人 你們用大理金剛指殺了我三哥 我們還沒找你們算賬 你說我們打傷你的人 無憑無懼 但是你們打死我的人 我和我師兄弟親眼看見的 你親眼看見的? 你哪隻眼睛看見的? 你想甚麼? 住手 大師, 這件事人命關天 非同小可 無論如何 一定要等小徒翠山回來 問個明白 如果查明真的是他做的 我一定親自把他押送少林寺 等方丈發落 我憑甚麼相信你? 就憑我張三豐三個子 夠不夠完? 好, 我就相信你一次 我們走 走 好 打死我 我也不相信五弟會濫殺無辜 翠山到底發生甚麼事? 連周和聖谷出去找他 又沒有下文 快走 快走 他們這幫人都是邪魔妖道 觸使心狠手 我的目的 也只是打聽傷害三個的兇手 千萬不能跟他們來往太面前 恭迎小姐大驕光臨 讓我來跟你們引見 這位是武當詹武俠張翠山 這位是本教玄武壇壇主白歸壽 白歸主有理 九陽武當七下的英明 今天有幸相識, 實在是榮幸 客氣… 在下不請自來 白歸主千萬不要見怪 其實兩位用不著口是心非 一位的心裡就在那裡想 現在又多了一個人想要奪屠龍刀 另外一位就覺得我們是邪魔妖道 其實心裡想甚麼 說出來不是更好 甚麼話呢? 難得張武俠駕鄰 畢竟真是蓬壁生輝 不會的 在下不外是陪殷姑娘湊湊熱鬧 就無搶刀之心 白歸主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來齊了? 小姐, 差不多齊了 海沙派、聚精幫、神拳門的人 早就到了 我聽說昆仑派也派了人來了 是的, 昆仑派派了兩個弟子來 但是這兩個小子態度囂張極了 令人討厭 怎麼比得上張武俠 名揚天下又是一個謙虛的君子 真是一分本事一分修行 背後誹謗, 這算甚麼行為 你說曹操, 曹操就到了 讓在下給你們引見一下 這位是高德成, 高大劍俠 這位是蔣徒, 蔣大劍俠 兩位都是昆仑派派來的弟子 昆仑派名揚西域, 小姐 今天我們可真要見識一下 這位就是武當派的張翠山 這位是殷素素小姐 蔣師弟, 我們在西域的時候就聽說過 什麼武當派是名門正派 今天看見了也不為如此 所謂名門正派的弟子 居然還跟邪魔歪道在一塊兒 簡直是自甘墮落 兩位仁兄千萬別誤會 在下和天音教的朋友也是剛剛相識的 跟兩位仁兄也沒甚麼分別 所有的賓客差不多到齊了 現在大家可以到處去遊覽 到了正午時候 請大家回到這裡來飲酒賞刀 既然是這樣, 我先走開一下 明姑娘, 我陪你去散步 你自己去好了 師弟, 你說那位英姑娘是不是很漂亮 師兄, 你可不要忘記了 我們這次來是為了這把刀 不如就趁現在有點空餘的時間 我們再練她幾招 好 昆仑派的兩位仁兄正在練劍 我們別騷擾她 師兄, 我不是故意的 按說你可以擋得住嗎? 蔣公子的劍法的確很道家 可惜想不到師兄比師弟差那麼多 不見得, 剛才我是讓她 是嗎? 師兄 你做師兄的確是有兩手 英姑娘, 你過獎了 蔣公子, 剛才我誇錯了你了 原來你跟你師兄比起來差太遠了 好 親自給, 看著 打得好, 蔣公子 你的牽法真不錯 張武哥 你師父掛念你師父 尊師的武功一定是出神入化的 可不可以說點給我聽聽? 武功只是小道 他二人家所學的不但是武功 還有各方面的學文修養 學識淵博 你叫我從哪兒開始跟你介紹 就像眼前的大海一樣 千里之遠不足以舉棋 千任之高不足以集棋身 當今世上除了張三豐道長之外 我恐怕再沒有別人可以擔當得起了 小姐, 鄭武侠, 時辰到了 大會已經開始了 請過去飲酒賞刀吧 我們分開走 我們分開走